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四的下午,韓職聯生一輪擊戰術場 其中水源三星和韋山現代將在前者主場一決高下 水源三星已多場比賽不勝,球隊狀態一塌糊塗 就算金將擁有主場優勢,水源三星不宜高估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現場直播 新賽季韓職聯九輪戰敗,水源三星僅獲一勝 其餘戰職為四和四虎,總失球數高於入球數 球隊排名積分榜倒數第二位也都不足為奇 而且水源三星唯一一場聯賽勝仗環要追溯到二月份 他們早就喪失了真勝的能力 過去兩輪韓職聯,水源三星 正辦在全筆汽車與FC首爾腳下 陣中一眾攻擊手集體啞火 上將南韓足總盃第三圈面對實力並不算強的金傳尚母 雖然水源三星開賽開場九分鐘便取得入球 但對手於臨完場前將比分攀拼 他們最終依靠十二碼大戰材淘汰金傳尚母 全隊上下消耗極大 水源三星已經連續多場比賽有失球 球隊防守存在一定的流動 水源三星今仗實在難有取分的希望 與水源三星截圓相反 圍山現代新賽季開局一直保持不敗 戰績為七勝兩和 得失球為15比5 他們在整個聯賽中攻守發揮最為坤衡的隊伍 對中三名攻擊手 岸圓相天夜淳以及里安納道魯比斯的聯賽入球數達到3球或以上 球隊在進攻方面的火力點更多 令對手難以防守 近一個月內 圍山現代一直是出戰亞冠聯 他們在分組賽中的勝率達到5成 當眾面對日積連勁女穿其前鋒時錄得一勝一和保持不敗 可以說球隊是越強則強 此外 最近三次面對水源三星 緋山現代收獲一勝兩和的不敗佳職 其佔據一定的優勢 緋山現代此行值得抗高一線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